现在是11月13号 夜间22点14分 我在家中被江苏省披州市 谈官里全部散户 公开的残害 新建筑 残害冲击 仍不再继续 此时此刻正在继续 前两天 前三两三天 我被散害的故行 然后去过医院 被拉回了家 我独自要去医院 走了大半路 独自去医院大半路 又被我的家人 是受贪官里全部贪火 操控着把我强行拖回家里 最后前两天 我再一次 独自前往披州市中医院 独自去 在中医院 缓和了两天 今天 一早上坐高铁 直达江苏省 纪委 江苏省纪委 接待人民服务上访中心 竟然是遇到了个 冒牌警惕的 接待员 把我骗到小绿管 接着又是被 我的亲人 以及 刘伟东 等一伙人 这次 我直接顺从 坐车回家 到家 他们都离开 现在屋内 又开始 投放不明气体 各种不良反应 我被残害 不是隔离 探官里 全部探火存在 该神低谷 引擎很多 地方黑暗 现在是2024 11月14 11月14 凌晨 2点07分 我在家中 被江苏省 批州市 探官里 全部团火 公开的残害 已有七年多 残害从未停止 仍在继续 此时此刻 正在景区 大家可以看到 我毛巾上 是刚刚吐的是 两团 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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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稠的 唾液 粘液 上面 那个粘液 都是药物 都 如果仔细换 的话 都能看到 一种药物 另外还有 这是前两天 吐的鞋 两团 两团鞋 当时 没有 及时看见 因为 当那是夜晚 一夜间吐的 这是前两天 一夜间吐的 血 现在已经干了 但是血迹还得开 看见 血迹半半 河壁残骸不是 隔离 贪官 里 全部团伙 存在 很深地固 现在是刚刚 突然的疯狂的 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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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财 不是 隔离 贪官 里 全部贪火 更深地固 引擎很多 地方 很远 这边 还能够